小朋友們換上南瓜裝 和吸血鬼 僵尸 撒旦 還有可愛的銀亞玩偶 在熱鬧的通話商圈 跳著最夯的今晚無翁 大伙扭腰百臀 俏皮的模樣 吸引不少路人圍觀 也讓大家提前感受到 萬聖節的熱鬧氣氛 你今天是什麼裝扮 南瓜 那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活動 為什麼要穿這樣 萬聖節 不給人家就老大 那喜歡你今天這個裝扮嗎 喜歡 其實這群家福中心的孩子 一直都有扮裝上街頭玩耍的夢想 為了成就這群孩子的初體驗 凱破大寬屏特別和甜品業者合作 邀請家福中心的弱勢孩童 共同舉辦捐發票 贈家福 包心粉圓免費場活動 一行人沿街呼喊口號 挨家挨戶上門索取糖果跟發票 店家們都感受到 孩子們的真心誠意 紛紛響應這次的活動 主要是我們聽到的 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他們希望有一個夢想 就是在萬聖節呢 可以一起上街的一個遊行 那我們為了 為了要圓著小朋友的夢想呢 我們特地呢 跟包心粉圓合辦正式的活動 那帶小朋友呢 在街上呢 打扮成各種鬼怪 然後呢 在街上一起歡樂 包心委員在 陸續在台北市都已經開了 有六家門市的 一直以來我們希望 有具有公益的這樣的活動 也能夠幫助這個弱勢 也能夠為我們這個 這樣的一個業績能夠提升 凱博大寬評透過這次 與甜品業者的異業合作 成功營造節慶的氣氛 也充分展現企業的社會責任 為社福團體盡一份心力 把一張張小小的發票 變成大大的愛心 記者尤祥亭 採訪報導 請保定的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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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